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各位好久不见了 真的是又胖了一圈 虽然这时间真的有点晚了 还是祝各位红兔大展 前兔无量 然后一同回归射处的人生吧 这次就不多做预防性的防御性永畅了 反正我知道做这类有一定犯圈的游戏评测 不免到时候还是会跳出可怕的穿刺式流言 或者踩你一脚后就高歌离场Q式胜利 所以防御力点再高也没用 就跟当时我讲某款刀一样 肯定会有人出自个人偏爱 而无视本体好坏的狂粉 当局者迷移旁观者清 不能说谁对谁错 就是角度立场的不同 能对话的话我们就来聊 不能的话就谢谢别再联络了 所以如果看完影片后有不同见解 都欢迎理性讨论友善分享观点 那就开始本次的 飞染天空 Heaven Bounce Raid 这游戏当初入番叫做红烧天堂 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吃啊 听直白很好懂 但也搞得意境全无啊 游戏为Ritefly Studio 与Keyser合作开发 Ritefly Studio 过去在圣剑传说的手游中有讲过 所以这边就让我略过吧 那唯一想补充就是 Ritefly Studio 目前在日本营收成绩最好的 除了本次的作品以外 就是时空猫跟地城邂逅了 另外有意思的就是 这几款作品在海外的营收 都远远不如日本当地 所以日方没有把游戏丢给台湾代理 是个非常好的决定 不然可能半年后就准备官服了 那就来稍微讲讲Keyser 与该公司在游戏剧本 音乐颜值担当的 麻兹准 也就是本次的最大卖点 我本身不是Keyser 或者麻兹准的粉丝 过去他们的游戏作品 我也只听朋友讲过 就是那种会在你一边看动画的时候 不断在你耳边涌唱 各种知识式的超强魔法仔 重点是你还无法强制打断 你只能被默默叠上一堆buff前进 让我当时真的是又哭又笑 然后给游戏也不是我个人的偏好类型 玩过的作品真的是少之又少 大多数还是以追改编动画为主 而Keyser这大名鼎鼎 只要提过这间公司 都一定会被说到烂的 最著名的三款游戏 以及后续的改编动画 Kano Air Kranado 这几部只要你录二次元的坑 打一定的深度 都肯定多少会听过的作品 不论配乐 剧情深度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 都还是具有一定的水准的 当然作品本身也充满各种胃痛 还有刀片 体外的话 我还记得当年逛BBS 总会有那个不停被窜的主题 勇邦抄袭Air的鸟之师 这在当时也算是个不小的事件 感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深挖深挖 而动画除了游戏本身精良的品质 作为后盾以外 也得利于金阿尼的出色动画制作 旗下出品的作品也都堪称一流水准 像是金爆危机 凉宫春日 K-on清音部 冰果 紫如兰永恒花园 等等等等 虽然有些早期作品 在画风、分镜、叙事表现形式等 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 可能是挺劝退的 但这就是时代必经的眼泪吧 即使现在风神的作品 也可能在未来踏上这条路 而其实很多过去的作品 都是以故事来驾驭画面 不像现在很多都是画面好像可以 但内容一言难尽啊 就跟这几年的幻皮量产手游一毛一样 那即便强弱麻之准 让他在游戏、音乐领域等 有各种风神之作 但还是会遭遇翻车的时候啊 毕竟相对游戏而言 动画能容纳的文本量十分有限 也极其考验编剧的掌握 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好一个故事 而第一部动画 2010年的Angel Beat 其实就已经出现过了 因为急速过短 交代不够完整的状况 但好在还是有个完美的落幕 但到了2015年的夏洛特 后面根本明显就是港火车的收尾 2020年的成神之日 那个人设跟结构各种割裂式崩坏 让马之准当时口碑崩塌 当时日推账后还直接消失 所以这款手游 究竟能不能让曾经的大魔王 重新戴上桂冠 就让我们好好看看 那玩这游戏 真心建议 喜好这种长篇趣事风格的再来考虑 前期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首抽跟什么强度排行榜上 真的纯属浪费时间 刷一小时首抽只玩5分钟删除 真的不如拿去看部动画 而这款本质就是一款非常卖剧情的单区手游 却深更剧情内容为主要 战斗反倒次要 而PVP的话就根本不存在了 当然也不是说它对战斗方面不要求 毕竟它是存在手游标签 要拿来获利的 所以还是有塞入一些养成机制 即便课金强度对比其他款手游来说 或许不是那么高 但这还是个存在的事实 不过这还是要看个人的游戏习惯 即使是一款我认为不必克的游戏 总是还是会有那种追着强度 虚空PVP的玩家 总想着能不能把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想法 那真的是怎么样都很难满足啊 那又回到我刚刚说的 这是一款剧情向的游戏 先要喜欢剧情 再去考虑后续 别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战斗真的不是主要的玩法 游戏剧情上碍于官方规定 禁止发布第一张Day11之后的内容 所以就只能潜谈个人体验的部分 想找剧情雷的话 可以再自行去找 游戏是很单纯的日式Gail Game 透过人物对话 选项分歧 不同结果 在一天一天的日常 推进剧情 可以足够量的篇幅去丰满每个人设 前期的人物基底会打得很久 所以如果你是没时间 或者想追求无闹放置的用户 这边就完全不推荐了 那这一天一天错过的时间 你也不用太担心 玩家之后也能透过大厅的回溯时间功能 与特定时间点的同伴对话 来收集要素 本来我以为这会像是那种蝴蝶效应 命运十字门那样 可以改变过去的机制 但后来发现我想多了 这就只是让玩家把曾经错过的时光补上 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 穿插的笑语类的未来终将到来 游戏剧情的步调相对于其他二游来说 慢非常的多 因为很明显的 马之准在为每个角色发刀前 必须要先磨好每一把刀 也不可能跟某款游戏一样 开头就给你崩一枪 要你哭 给我哭 你为什么不哭 这就会导致情绪烘托不到位 到时候又准备被延上了 所以需要花蛮长的时间去run劇情 相当于在看一部上万字的电子小说 而不是60秒的注意看快词解说片 或者是有比较明显阶段的短片故事 所以这几天读下来 其实还是挺费神的 如果想短期追进度的话 很容易阅读疲劳或者前后衔接不上 而就世界观而言 其实它并不算特别有趣或者新颖 据我频道讲过比较类似的手游 就是之前介绍过的突击莉莉 遭受外星生物 心癌体Cancer的袭击 少女们可以召唤特殊武器 赤天使Serif 为拯救世界而战 另外一提 这也是带点百合属性人游戏 不过这次玩家可以透过女主角 月哥的视角来带路互动 比较不会有那种看CP赛恩爱的感觉 你还可以跟女孩们吃饭 打棒球 组团 洗澡 在校园游荡 看角色们日常的生活对话 以及可以看到各种四处游荡 但请务必带着敬意尊重 看待的那群纳比们 游戏中设计了很多搞怪的选项跟反映演出 全称语音配好配满 搭配张词有度的演出情绪 让你再也不需要靠一大串 到退游你都不会细读的 人设小作人去想像角色个性 直接透过日常帮你塑造到位 而就配音方面 对比另一款是主打剧情像的 幻想三国志 天元意识录 那款的傍途感 我真的是不想吐槽了 两者在这方面真的是高下力判 但因为是日式游戏 肯定会出现文化上的理解差异 剧情中如果有想表达深度梗或者吐槽点 当靠翻译真的是很难完美触及到位的 尤其是日常 对他们而言就是习以为常要对话 所以其实也非常考验玩家对日本文化浓度的理解 有时候就像是在看哈利波特等综艺小说一样 很容易出现罪词或者描述声音等状况 得来回看几遍才能读懂 如果他有买梗的话 那也就只能等别人来补全了 也会基于刚刚前面提到的 各种角色搭配情绪的演绎反应 来放大那些可能有特意安排的内涵 不过其实我是蛮木头的啦 对这方面比较冷感一点 有时候真的gap不到一些点 不过前面看到那个Hello World 我真的是大笑了 毕竟这是属于资讯宅的万年老梗 但整体在剧情的叙事方式真的很吃电波 是属于那群喜欢日常翻的狂欢 那再来讨论美术方面吧 这边讨论的话是以手游版为主 Steam版的画质应该会好上不少 而以呈现的游戏性而言 可以的话我觉得直奔Steam版上会更好 也比较符合这类的目标用户 首先人物的3D技能模表现上并不算太好 明显的短板缺点在角色的曲线勾勒 像是脚部的肢体躯干等 跟人物动作上明显会稍嫌僵硬一点 2D力会方面就中规中矩 毕竟现在很多都是直接live2D扔你脸上 有时候看上去活灵活现的还是比较讨喜一点 那角色穿搭跟肢体表现方面 即使后期有泳装系列 但相对现在大量软色情的手游来说 呈现上也较为保守 如果想在这边找些偏卖肉的题材的话 还是趁早离开比较适合 那场上这点也可以很好的把那些不适合的用户筛选掉 避免后续的麻烦 而这次立会手绘感对比中色尘埃来说就更强烈了 从涂色跟细节处理上 所打造出来的风格极其鲜明啊 看得出来美术是真的很用心的在绘制 另外有个非常值得一提就是 在人物对话过渡到3D后的画面表现上 还是显得非常和谐的 真的是难得携手合作了 没有像非匿名指令那种 给你来个开盲盒的惊喜 那还有个设计也是挺有细节的 像是你打开选单 人物也真的会有掏手机的动作 那场景可能是为了顾虑手机的性能 在材质的天模上并不算太精细 但营造的校园感还是挺足的 除了昼夜变化以外 近远景的景观设计上 该把控细节也没有丢失 那战斗玩法上 其实说不上多创新或者好玩 就是很典型的回合制 而且玩法上也挺简单的 双方都有DP值 被攻击消耗完以后 就会进入break 类似气绝的状态 这时候就是要抓准时机输出 考验队伍如何搭配快速破盾 跟上buff追输出等 而我方角色破盾后 就是准备等死了 而且你只要一个角色HP归零倒地后 这次的初询就是直接endgame重来了 那详细的战斗流程 官方其实也有出中文版的影片教学 所以倒也不用怕不懂 还是挺简单好上手的 而他也有跟棕色尘埃一样 有那个不能逃的设计 所以你也只能闷着头打就对了 视觉远出方面表现一般 没搞太华丽的特效 但对打该有的互动还是有做出来 这方面还是给过的 然后如果你觉得很烦的话 也能靠一路AUTO 除了特别你要练低等角色 或者战力不够的情况下 不然前期章节应该是足够应付了 除了我刻意去实验 我还没有遇过被灭团的状况 再来讲到前期的养成 官方这点也算是挺贴心的 同名角色等级都是共用的 如果你遇到喜欢的角色 可以先养成他的其他战斗形态 等未来抽到以后 就能直接无缝上阵了 而竞技场也是游戏养成重要的一环 不同类型的角色升级跟材料 都必须在这里获取 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离线挂机 在你打完一场以后 就可以开后台省电模式 然后滑掉等睡醒收菜 其他还有一些副本装备获取的玩法 但其实并没有把角色养成拆分的太复杂 搞得跟黑暗大法师一样 弄得四分五裂必须刻金召唤 这点还算是挺友好的 而战斗整体是贴合剧情而生 比重虽不高 但烦的地方还是挺烦的 像是这个迷宫探索机制 除了路上偶尔有些对话让你觉得不无聊 就是纯属在地图上剪垃圾跟buff 然后前进到终点 握一下右下角的那个 让你会看得有点脑溢血的预敌机制 八万爬塔也是同模式下的产物 就会显得非常的…无聊 所以如果你不是剧情党 想纯纯的为战斗体验入坑 可能也会被这些繁琐的玩法劝退 所以真的拜托 不要花时间刷首抽 问这个强不强 请打开来先体验先 如果你想一路skip的话 左转去找放置游戏 才是你的天菜啊 那客进方面 这次台版没有开放 所以只能以日版做评估的 那石头跟日币的价格相当于1比1了 单独一般10抽的话 大概是700元台币左右 并不算特别的贵 那保底的话是200抽 但因为主线能获取的福利 老实说并不是太高 要攒保底的话 可能会相对痛苦一点 如果有条件愿意支持的话 可以考虑买个月卡或者张级礼包 别花时间折磨自己了 最后来聊营收状况吧 去年日服开服了一整年 总计收入了160日元 排入日本营收的前20名 其实以这游戏现阶段提供的玩法而言 真的也算是一类奇迹了 也再次证明做内容导向的手游的市场潜力 玩家的买单意愿 并不雅于传统手游啊 虽然其中也不少Key粉跟马粉的支持 还有日本国民对自家出产游戏 那个支持力度普遍都偏高 不过多点这类游戏还是个不错的趋势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老实说虽然我玩了这么多天下来 过年期间真的是有时间就抓起来玩几把 但始终找不到该如何对这款游戏下笔啊 一直三来改去的 吓得浅的话 感觉又浪费我这段时间的体验 吓得深了 可能又一堆飞剑射过来 躲不完了 所以只要给个评价 以个人来说 综合表现一般 毕竟在剧情跟玩法上实在太极端 非常momento mori 但这是基于我本身不是Gail Game受重做的评价 而在体验的过程中 也没有能很好转化这种玩家 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驱动力路坑 毕竟如果剧情跟玩法上二选一的话 我还是会先选玩法有趣的 毕竟年纪大了 是真的啃不动这么长的文本啊 而据我所知 比较好的剧情都在二章之后 但本次的内测也止于二章中断 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而如果结合目前台湾的手游环境来评价的话 它是款好游戏 但不会是款好玩的手游 放眼台湾大部分的主流 还是在博弈、放置、MLO 普遍而论还是在PVP、赌博元素的手游比较盛行 然后如果你不推人家一起吃屎的话 还会有人来跟你杠 这各位能从网络的声量、流量分布跟营收上 看到最直观的数据 不是单纯什么我的感觉、我的觉得、我的主观 即使你想视而不见 它还是摆在那 所以这种二次元浓度超高 而且还有明显取向的手游 在台湾就真的很微啊 那这边我也举例一下 去年台湾Google认证的最佳故事游戏 核心利希特 对就是这款 各位先不要嫌弃 这边我们先假设一下 它真的名副其实好了 但不论在巴哈、YT上找剧情、二创等 老实说是真的不太多 而且最开始的游戏推荐 也不会有人跟你说 它是什么剧情屌炸天的游戏 多不然还是绕着人权啊 组队强土上打转 而且没业配的话 后续他们是甩都不甩了 这就是目前台湾很现实的赤裸环境 以及多数用户普遍选择手游的方式 当然后来他骂了他成为最佳故事 就是另一个神展开了 我只能说 钱真的是无所不能啊 而真的有时候肯问一款游戏 未来发电也推广 真的是少之又少 反倒很多玩家在四处遭黑啊 跑去那种非自私者下面硬嘴两句 结果看不到优点还是看不到 真是谢了哦 如果你想支持对某款游戏的喜好 还是请多多在社群媒体上发表看法 然后吸引人入坑 如果有酸民的话就给他去 反正他们就跟蟑螂一样 打不死杀不完 永远只会躲在留言区里面打键盘 他绝对胜利了 而游戏也天服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